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来看有枕上书铁粉 是瑞亚所写的番外 三山三世东凤旭写 十六 你觉得呢? 东华反问 呃,这你让我怎么觉得 凤九说 小白,我昨天表达的还不够透彻吗? 东华说 够透彻,绝对够透彻 昨天真心花大冒险的那番话 可以说撩动了当时在座所有女生的少女心啊 呃,那个 凤九有些酒破 便想找个理由搪塞过这个话题 呃,夫君你看 日出了 东华心里被这身夫君哄得乐开的花 便不再纠缠走凤九不放 目光顺着凤九白皙如玉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天边一目斜阳透着薄薄的一层浮云照在了船席上 东华凤九两个人的身上 东华侧过头看着凤九 泛黄的光影打在凤九脸上 把凤九白皙的皮肤称得更加美丽动人 东华情不自禁的又吻了上去 凤九也不躲避 任由着东华 两个情人动情地吻着 在日出的光芒下显得更加安详,美丽 男人回去后 凤九东华回到宫殿 看到大家都起来了 众人看到凤九东华两个人有些诧异 连送问 诶,你们俩不应该在房中吗 怎么从外面回来 我们两个起得早 就出去看了看日出 你们吃早餐了吗 凤九问 还没 我们都醒了 你们俩 上晚不怀好意地笑了 凤九演示了这个话题 那我去做一个简单一点的早餐 大家吃一点 然后我们一起去奉一神功课好 好 众人又一次地点头 几分钟后 大家在桌旁落座 碧海苍林不像天宫那样礼节多 在这里用餐 不用分什么369等 还得按顺序向下排座 在这里 大家围坐在桌边一起用餐 东华和凤九也不是太注重备份和礼节的人 何况能来碧海苍林的 一定都是这俩人最好的朋友 就更不必行什么礼了 不一会儿凤九做好了 十二个人十二份 每份里都是色香味俱全的早餐 虽然很简单 但是却让人很有食欲呢 小九 你厨艺还真是健长呢 白浅十分佩服这个侄女的厨艺 姑姑 这还叫好 凤九笑了 帝君 你可要好好对我们家凤九 凤九可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天仙神尊 是不 承玉说 那是自然 小白会是我此生之爱 敦华淡淡的 哎呀 承玉 你就别调笑我了 凤九笑着埋怨 众人吃过早餐后 一同前往了凤与神宫 昨夜 上晚头莫约说了云芳的事 莫约表示记得 承玉和连颂也说了 连颂说 在史籍里见过 白浅夜华和胭脂子兰 也都明白了怎么回事 大家都表示 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凤九 帮鸟落 凤与神宫 凤九说 大家先和我去冰窖吧 好的 走吧 众人答 凤九边走边问锦燕 锦燕 最近云风怎么样 还没等锦燕回答 只见一个白色的可爱孩子 向凤九奔去 娘亲 你终于回来了 凤九宠溺的嬷嬷滚滚的头笑了 嗯 滚滚乖 林叶叔叔和舅舅呢 哦 舅舅他们在后面 滚滚乖巧的答道 哦 好的 谢谢滚滚 滚滚先去玩 娘亲和父亲一会儿 和诸位长辈们 办完事就去找滚滚 好不好 凤九又一次的寻寻善诱的 好 滚滚果不其然的点了点头 青秋 哲言和白珍到了青秋后 立即去了狐狸洞的方向 爹 二哥 白珍叫道 怎么了 珍珍 胡贺问 白兰说 怎么了 珍珍 如此着急 小九回来了 白珍有些激动 当真 白衣激动的站起来 珍珍 你说真的 白痴到底年纪大 平静不少 自然 珍珍不说谎 哲言在后面悠悠地走进来 哲言上神 白家人问好 哲言点了点头说 诸位不必担心 九丫头去和白浅上碗他们玩去了 我和珍珍就是回来告诉你们一声 安心 多谢哲言上神 太好了太好了 小九回来了 回来了 白衣和白痴很开心 胡贺和白兰已经相用而弃 众人都很开心 凤与神宫 伏羲夜和凤与恒来到了凤九旁边 凤与恒开口道 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是不是可以拖累这个小朋友了 凤与恒用永远的小眼神看着凤九 好吧 可以可以 唉 不过 你们俩得跟我去冰窖看云风 凤九调笑说 不要啊 我想出去玩 凤与恒像个小孩一样 行了 走吧 伏羲夜表现得相当冷静 凤与恒在一行人身后道 夜 姐 你们欺负我 不过身体却很诚实 跟了上去 你这弟弟可真好玩 呵呵 承羲笑着和凤九说 怎么 你喜欢 那可不行 得问问连三殿下同不同意呢 呵呵 师傅 连三殿下 凤九笑了 凤九一转头 看到东华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便走过去说 怎么了嘛 没事 东华转身走了 只留凤九一人想 凤九想了半天才明白 东华吃醋了 因为自己和别的男人说话了 把他忽略了 凤九连忙跑过去 跟上东华的脚步说 亲爱的父亲 不生气了好不好吗 我最爱你了 说着还在东华脸上亲了一口 东华的脸子这才好看一点 凤与神宫兵将 凤与神宫 一个天族圣地 凤九自礼节归来后 才发现自己是凤与轻仪 是神尊 是一个天上地下最最尊贵的人 是唯一一个在这境界的尊神 所以 这凤与神宫除了凤九和凤与横 还有凤九的徒弟鸟落 和闺蜜女娲娘娘 上网可以随意出入外 其余的人都要有凤与神宫 独有的令牌 凤与花符出入 所以东华他们 除了在明说大战后 来看过凤九外 还没来过凤与神宫呢 就更别说凤与神宫的兵将了 凤与神宫的兵将和凤阁 乃是凤与神宫的境地 除了凤九和淼落进去过以外 其他人都没来过 连凤与横也仅仅只是和淼落 进来过一回而已 毕竟在座的所有人 都没有凤九仙法高嘛 对不 凤九是仙魔同修的人 自是厉害 所说的结界 并也是无人能解呢 当了兵将门外 凤九失动仙法 一缕红光从凤姐的纸巾射出 啪哒一声 门开了 兵将内的情景让所有人一惊 这间兵将内都是兵 连墙壁都是 四周都是仙泽 寒气逼人 而仙泽拖着的是一具兵关 兵关里的人便是云风 淼落在兵将门打开的一瞬间 就红了眼眶 看到云风的时候 更是泪如泉涌 在大家面前 总是一副强大的样子的淼落 哭了 可无论外表是强大还是弱小 是邪恶还是善良 也总会有多出善感 小鸟依人的一面吧 毕竟女人是水作的嘛 凤九施法将冰关降了下来 苗洛立即扑过去 看到云风的面旁 泪水一滴一滴的滴在了冰关上 凤九走过去拍了拍 苗洛的肩膀说 洛儿 别伤心了 云风会好起来的 嗯 苗洛失神地点点头 亮到了一边 但眼神依然聚焦在冰关上 凤九打开了冰关的盖子说道 锦嫣 去青秋把哲言上神和小叔他们请来 是 锦嫣点了下头退了出去 青秋 锦嫣不一会儿就顿到了青秋 向狐狸洞走去 白家人还沉浸在凤九回来的喜悦中 锦嫣已经到了 锦嫣走进洞中说 向众人行了一个礼 欢欢道 诸位 凤蒂有请 白纸说 敢问姑娘是 在下锦嫣 是凤蒂的贴身侍女 锦嫣回答 凤蒂 哦 是小九吧 正是 请各位同我去一趟 锦嫣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众人见凤九派人来 自是跟着走了 路上折颜问锦嫣 锦嫣姑娘 小九找我们定是有事吧 哲嫣上神量是如神 既是这样 那锦嫣便如实相告了 锦嫣说 锦嫣姑娘请 哲嫣说 您应知道云峰吧 此次请各位去 便是为了她 在下也不便多说 详细之事 哲嫣上神到了便知 还请哲嫣上神谅解 锦嫣行了个礼 多谢锦嫣姑娘 哲嫣心里想 云峰 好熟悉的名字 大家到了凤玉神宫后 跟着锦嫣到了冰窖 湖后看到凤九后 激动的走过去颤抖的说 小九 小九 真的是你吗 奶奶 是我 凤九微笑着 抱住了胡后 然后走到白纸 白衣和白蓝身边 跪下说 爹 娘 凤九不笑 还请爹娘原谅 白衣和白蓝 已经惊讶到 没反应过来 还是白浅走过去 碰了一下白衣说 爹 二哥二嫂 白纸 白衣和白蓝 好似刚从梦中惊醒般 白蓝忙扶起凤九说 小九 快起来快起来 娘怎会怪你 太好了太好了 白衣也红了眼眶 好了 没事就好 小九 你没事吧 白纸说 爹 娘 爷爷 你们放心 小九没事 凤九说 接着面向大家说 诸位上神 小九今日请大家来 是为了我 土耳秒路的夫君 明峰一事 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小九一束不惊 还请哲言上神 给看着看看 说完 看了哲言和白针的方向 当然 哲言说 诸位开始吧 请 凤九说 凤九看下渺乐 渺乐看着他 眼底里满是感激和激动 凤九微微笑了一下 传音给他 叫他安心 凤九点了点头 凤九走到冰关前 对哲言说 商级仙缘 可还好 哲言说 嘿 能做到 虽可能性很小 但可以一试 毕竟在你这凤与神宫冰教 躺了这么多年 先则营绕 也有不少作用 我一定经历而为 凤九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说 嗯 好 多谢 谢我做什么 那行 需要准备什么 凤九问 不必 我再看看 一会儿告诉你 哲言说 凤九点了点头 走到东海身边说 怎么样 看出什么了吗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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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